人会说方言,那么动物会说方言吗? 有许多地区的方言实在难懂,比如粤语 不同地域的人操着不同的方言,那么动物也会说方言吗? 非洲花豹听得懂亚洲花豹的话吗? 如果他们相遇,应该怎么交流呢? 今天小马哥给大家说道说道 乌鸦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发出特殊的声音 周围的乌鸦听到过,会立马离开 一位生物学家因此好惜,欧洲乌鸦能听懂非洲乌鸦的警告吗? 于是,他把非洲乌鸦的警告声录了下来,到了欧洲播放 却想,欧洲乌鸦一脸懵逼,还得错过来看看是哪个喊皮 很明显,两地乌鸦的语言并不相同 后来他发现,有种在欧洲和非洲之间图现的乌鸦能听懂双方的语言 相反,相隔两地从未见过的乌鸦几乎听不懂对方的语言 日本有一种日本蜜猴,他们分布在不同地域 有专家发现,南北方日本蜜猴出生前六个月 声音近乎一样,也能相互对话 六个月之后,才开始出现差异化 北方蜜猴的声音约670克兹 南方蜜猴的声音约770克兹 把他们放在一起语言根本不通 你敢相信吗?不少精类生物不仅会说方言,还会闲聊 有研究发现,不同海域的海豚会操作不同的方言 如果遇到了其他海域的同类,相互之间很难交流 所以他们只能和本海域的同类聊天 与此同时,精类非常聪明 海豚在不同的探索下会聚集,会发出不同的叫声 这说明他们没事会捞壳 而且海豚会称呼对方的名字 因为海豚遇上不同的个体 他们发出的叫声也不一样 所以当哪只海豚走散 大家可以呼喊对方的名字 小明,回家吃饭了 由于海豚的听力十分优秀 能准确分辨8000米内的声音 走散的小明也会回应 并且顺着声音寻找组织 虎精可是一个话道 喜欢扎堆凑在一起,嗷嗷嗷的聊个不停 甚至还会飙脏话 与这狩猎经验丰富的情感 会教导新手如何捕猎 如果新手没有抓到猎物 还会被师父吐骂 你可真是个狠皮 这都能放泡网 晚上吃XX吧 每当年没的虎精无法捕食 年轻的虎精就会把食物送给他们 也经常会和他们聊天 除了鸟类和精类有方言 甚至连虫子都有方言 你可别不信 鸟固是一种啃食农租物为生的害虫 它们不仅会吃掉植物的根茎 还会挖低道破坏分离植物和土壤 在上世纪 河南曾经是鸟固泛滥的重灾区 北京的昆虫学家发现 把雄性鸟固的声音录下来 拿到田地的播放 还可以吸引雌性鸟固前来报到 这样咱就可以把他们给团灭 在测试期间这方法百事百灵 但不知道怎么了 当他们到达河南之后 在田里放了半天声音 没一只鸟固来报到 最终判断 是河南鸟固听不懂北京鸟固的声音 最终 他们录了河南雄性鸟固的声音 才吸引到雌性的鸟固 看来啊 不同地域之间的同类生物 都有着不同的交流方式 我们就看到了一种黑色录的声音 看来这种黑色录的声音